为了让台东偏向地区的小朋友们可以熟悉传统节庆以及当地的文化 去年由青工会总会长临终至牵线之下 一顾店子大亨、温世仁之子、温建军董事长捐赠了50万元 给台东富岗、宁浦、钟永小学 并且推动传统节庆以及美食饗宴计划 12月22号在富岗办理了最后一场的节庆与美食活动 富岗国小的学生也上台分享今年度的学习成果 去年12月跟温世仁先生的公子温建军先生 我们讨论到如何来照顾台东的偏乡小孩 那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如何结合传统节庆与美食活动 例如我们台东的风年季或者是端午节、母亲节以及现在的圣诞节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呢 温世仁先生就捐出了50万 我们平均分配到10所国小 然后现由一整年来办这样的一个节庆与美食的活动 让小孩子了解到这个传统文化跟这个美食的一个连结 那这一年来呢也很感谢各个学校 现在今天是最后一场 是富岗国小办这个我们富岗渔港的鱼类资源的介绍 还有他这个我们小朋友的父亲的工作的内容 捕鱼工作的内容 以及这个美食活动 那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台东的小孩子知道自己的故乡的土地有怎么样的特色 也很感谢这个富岗国小蔡建民校长 对于这整个活动一年来的支持 也感谢10所学校能够为我们配合这样的活动 一年来各校已陆续办理了齐民节包润饼 母亲节以及多国文化美食 端午节包粽子等等活动 让偏乡的孩子度过许多愉快的节日 东南新闻温格北南乡报导